妻子的白月光出狱后,他不顾一切地追了过去,我们的儿子被他丢在幼儿园门口,让人贩子拐跑了,我闯入人贩子窝去救儿子,被那些人贩子活活打死,五岁的儿子看着我被他们打,趴到我身上护我,一起死了。 此时,我的妻子却在她的白月光身边挪眼鼻息,讨好别人的孩子,我家人一遍遍拨打她的电话问我和儿子的行踪,她却说,我怎么知道他们在哪,又不是死了,天天问,烦不烦?如她所愿,我们真的死了?我妈还在电话那头一直念叨。 欣欣,今天是周六,阿灵和晨晨不可能不来我这里,给阿灵打电话,她也不接,公司的人说已经三天没见她了,他们到底在哪? 是不是出事了,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? 江欣此刻拿着手机,蹲在厨房偷偷地说话,声音压得很低,我都说了,我不知道他们死哪去了,你听不懂是不是? 但是,我现在忙着呢,不要再给我打了。 可是现在阿灵和晨晨不见了踪影,我做母亲,做奶奶的怎么能不关心? 你身为妻子,难道不是应该比我更关心吗? 我妈声音里充满了愤怒,嗓门也大了起来,我想对我妈说,妈,您不要再找我们了,我和晨晨都已经死了,那些没有人性的人贩子,已经将我和晨晨的身体器官保存在储藏器里,连夜送去棉被给卖了。 我听着我妈焦急担忧的声音,有点想哭,想到她身边抱抱她,想去她梦里告诉她我现在的情况,但是我和晨晨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,只能被迫在江欣身边,她走到哪里,我们就被她身上的某种力量吸引到哪里,不能离开她超过两米。 晨晨听到从小到大一直最疼爱她的声音,没有忍住,松开一直牵着我的手,逃到江欣身边,对电话那头道,奶奶,你不要哭,晨晨跟爸爸在一起,在妈妈身边,我们有时间了就会回去看你的。 晨晨人小,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死了,她不停地对离电话那头说话,即使她的奶奶听不见她说的,晨晨很想你,晨晨和爸爸没有去看你是因为晨晨被人拐跑了,爸爸去救我让人给打了,但是晨晨很厉害哦,晨晨保护了爸爸,我让他们打晨晨,不让他们打爸爸, 我们现在在妈妈身边,等我让妈妈喜欢我了,我们一家三口,一起去看奶奶。 晨晨还想说什么,但是江欣不耐烦听我妈的唠叨,直接挂断了电话,还嘟囔了一句死老太婆,看着她厌恶的模样,我此时真的有点后悔了。 或许我不应该坚持娶她的,我妈对她那么好,到头来只换来了她一句满含厌恶的死老太婆,晨晨看到江欣脸上熟悉的表情,害怕地赶紧过来牵住我的手, 因为平时她最讨厌的人就是晨晨,经常拿这种厌恶的神情对视她,江欣偷偷从打电话的角落站起来,拿起勺子熟练地在厨房做饭。 看她这熟练做饭的模样,我苦笑不已,结婚五年,我和儿子从来没有吃过她亲手做的任何东西,甚至连一碗白粥都没有见过,此刻她却做出了满满一桌子色香味俱全的饭菜。 原来她不是不会做,而是不愿意给我们做,她的白月光蒋昆此时正坐在客厅,和一个比陈镇大两岁的男孩一起打游戏,这个男孩是蒋昆的私生子, 她告诉江欣,这是她坐牢前和酒吧的一个女人发生关系怀上的,蒋昆出狱后带这个男孩见江欣,江欣知道后不但没有生气,反而还为她高兴, 因为她认为蒋昆终于又有亲人,而不是孤零零一个人了,她走到蒋昆和男孩身边温柔小意地说,阿坤,愁愁,吃饭了,那两人正投入在游戏里,没一个人理她。 她又喊了两遍,那个叫愁愁的小男孩,直接站起来,啪的一声,将游戏机摔到了她的身上,皱着眉,恶狠狠地说,叫叫叫,你烦不烦,都怨你,我们都输了。 对不起愁愁,是阿姨不对,你不要生气了,吃过饭阿姨,带你去买玩具。 好不好。 江欣面对这样的对待,不仅没有生气,还一个劲地道歉,仿佛真的是她做错了一样。 沉沉在我身边看得目瞪口呆,然后失落地滴下了脑袋,眼睛逐渐发红,我以为灵魂是不会有眼泪的,但是看着沉沉眼中滴下来的泪珠。 才知道,原来灵魂也是会难过的,我蹲在沉沉身前,将她抱在怀里,沉沉从出生开始,江欣就没有看过她一眼,只是因为她不爱我,连带着我们的孩子,她也不爱。 我和江欣算是青梅竹马,从小一起长大,一起上小学初中高中,直到大学,因为考的学校不同,才将我们分开,我从小就喜欢她,因为她总是像一个小太阳一样温暖我。 在我爸妈忙于事业,将我一个人丢在家的时候,都是她带着朋友拍向我家的大门,带我出去玩,让我本来暗淡无光的童年,有了一丝色彩。 蒋坤就是她带来的朋友之一,我和蒋坤的性格是两个极端,她活泼好动,调皮捣蛋,而我像个闷糊落,安静地像个冰山,后来上大学时。 他们两个考上了同一所学校,然后理所应当地谈起了恋爱,而我因为没有和他们在一起,直到大一寒假时才知道,我失恋了,在还没有入局时,就已经被踢出了局。 后来蒋坤家的生意因为涉嫌违法,投资的医院也涉及重大刑事案件,蒋坤的父母都被枪毙了,而蒋坤也因为涉及家族某些业务,也被判了刑。 蒋坤当时伤心欲绝,每天以泪洗面,她每天闹着她父母去帮帮蒋坤家的公司,但是她不知道,他们家因为和蒋坤家的公司有业务往来,也受到了重创。 我得知江新当时的近况,丢下学校的一切,不顾父亲反对回来亲自照顾她,让她逐渐从绝望中慢慢恢复了过来。 后来她求我帮帮蒋坤,说只要我帮帮蒋坤,让她做什么她都愿意,可是,我一个还没有出社会的学生,哪有能力去帮蒋坤,但是看着江新那张石刻出现在我梦里的脸,我说不出拒绝的话。 我答应了她去求我爸,不巧的是,我求我爸的时候,江新刚好来我家找我,她在我爸的书房外,将一切的话都听在了耳中,原来,蒋坤家的破产是我爸的手笔。 我爸是军人出身,一辈子型的端坐的正,一直在做打击拐卖和绵北犯罪事业的公益捐助人。 所以,当一切内地犯罪源头指向蒋家的时候,我爸一早就做布局,和他曾经的同事,现在的高层领导联手,一举将蒋家给覆灭了。 其实,蒋家父母被执行死刑时,我就奇怪,他们犯了什么样的罪。 至于得到死刑的判决,现在听了他们做的事情,我也算明白了。 但是,江欣他不在乎,他在乎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,他认为我爸是让蒋家落到如此地步的凶手,所以从那以后。 他一直视我如仇人,但我还是爱他,以至于,在他父母因为他们家公司的事情求到我家的时候,我又让江欣嫁给我为条件,给他们家解决了危机。 我父母虽然不愿意,但是他们只有我这一个儿子,小时候没有给过我爱,长大后,他们想尽力弥补我,所以就答应了我的要求。 我们结婚后,他从不让我碰他,就连晨晨也是因为他思念蒋昆去酒吧喝醉,被人下药怀上的。 当时他被下药,我其实可以送他去医院的,但是我的私心作祟,没有送他去。 因为我想着如果和他能有个孩子就好了,这样就可以拴住他的心,让他可以忘掉蒋昆,把目光能够分给我一点。 但是,他知道自己怀孕的时候,第一反应是去打了,是我跪下来求他,又给了他了好多保证。 他才答应生下来的,现在蒋昆和他儿子住的别墅就是我给他的保证之一,看着他现在递给蒋昆的房本和车钥匙,我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个笑话。 阿坤,这栋别墅我已经过户到你的名下了,你和愁愁安心地住着,还有这个车钥匙也一并给你,你先开着,还有这张卡是我这些年的积蓄,几百万,没有很多,希望你能够好好生活。 江心将我给他的所有东西全部都给了蒋昆,我想,那些价值连城的珠宝首饰,名牌包包等奢侈品,是不是因为不能马上变现他才不拿出来? 如果能够马上变现,那个卡里估计就不会是几百万,而是上亿了,呵。 江昆拿牙签踢着牙,看着拿房本不屑一顾,江心,这是你们两口子给我的补偿吗? 你觉着可能吗? 他爸害死了我爸妈,我的女人成了他老婆,你觉着是这么点东西可以弥补的吗? 江心一脸内疚,阿坤,我知道这点东西弥补不了你什么,但是你起码先有个安身立命的住处, 不至于让仇仇跟着你颠沛流离,以后有机会,我会让周岭给你赔礼道歉的。 我听着他说的这些话,很是不理解,我为什么要给蒋昆道歉,明明是他们一家做了犯法的事情,自取恶果,跟我有什么关系,我爸爸明明也是做了对的事情,江心怎么能这么是非不分呢? 行啊,我就等着人,他来给我道歉,但是江心,你不准备和他离婚吗? 你是我的女人,我只不过是去坐了个牢,你就迫不及待跟了别人,你爱上他了是不是? 你是不是觉着我没钱了,不是侯门少爷了,所以你就转移目标了,对不对? 蒋昆嘲讽地看着江心。 江心搓动着手指,我知道这是他紧张的表现,不是的阿昆,我没有爱上周岭,我跟他在一起,完全是因为我家里的事情,我们家的公司需要他帮忙。 是吗?行,你离不开他,还来找我做什么,你走吧。 蒋昆失望地看了眼江心,落寞地去了楼上,曾经一个不可一世的二世祖样的人,一旦用一种柔弱自怜的模样去面对一个对他还尚有感情的女人的话,那么他的能量不亚于浪子回头对一个女人的能量,蒋愁在旁边没心没肺地吃饭。 等蒋昆消失在二楼,他看着愣在座位上的江心说,你不要伤心了,我爸这样不是因为你,他是因为他开的公司,没人给他投资,他找了以前好多爷爷伯伯,但是没有一个人理他,你要是想弥补我爸,就让你那有钱老公拿钱给我爸投资吧。 江心听了蒋愁的话后,什么都没说,只是任劳任怨地刷了网筷后,回到了我们自己家,他回到家后,看到空无一人的客厅,皱了皱眉,换了鞋之后,就去了二楼的书房。 那是我平时在家待得最久的地方,晨晨看着妈妈上二楼,歪头问我,爸爸,妈妈是在找我们吗? 我想说不是,可是晨晨已经追了上去,妈妈,你是在找晨晨和爸爸吗? 我们一直在你身边啊,你怎么看不到我们呢?是不是晨晨又哪里惹妈妈生气了?妈妈告诉晨晨,晨晨会改的。 我看着晨晨追在江心后面跌跌撞撞的脚步,心里有些发酸,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她,她还没有得到过妈妈的爱,她就已经死了。 我追上去,见江心一直在翻找东西,有些生气,因为我们家所有重要值钱的东西都在书房放着,江心,你在找什么?你难道不关心一下我和儿子吗? 你几天没见到我们了,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?江心是不可能回答我的,她在我的书房里一通找,直到找出保险箱钥匙,我是真的不能淡定了。江心,你干什么?你不会真听那个小男孩的话,要将我们家的家底拿给蒋坤吧? 你拿你自己的积蓄我什么都不说,我也管不着,但是保险箱里的东西都是我给晨晨存的教育基金,以及我们两个还有我父母的养老钱,你不能动。 可是江心听不到我说话,她拿了钥匙,就打开了书房隔层里的保险箱,她看着里面的金条和珠宝,一股脑地拿个箱子装了起来,任我在旁边大喊大叫,她也无动于衷,晨晨估计被我激动的模样吓到了,她紧紧地抱着我的腿,说, 爸爸,你都说了,那是给晨晨的教育基金,我愿意把教育基金给妈妈,妈妈肯定是有急用,你不要吼她,好不好? 我看着带着害怕,可怜兮兮看着我的晨晨,终究一滴眼泪流了下来,从晨晨出生她,就没好好看过她一眼,但是晨晨还是无条件地爱她,只是想要一点点她的关心,可是她从来也不曾施舍出来,晨晨在幼儿园里被小朋友嘲笑是没有妈妈的孩子,总是哭着来找我, 刚开始的时候她还会在家里跟江心说话,问她为什么从来不去幼儿园接她,为什么幼儿园的各种亲子活动都是爸爸去,她从来都不去,但是每次都是换来江心的吼叫以及厌恶的眼神,慢慢地她也不敢再来给她抱怨了,只是偶尔会在我的面前说几句, 这次我让江心去幼儿园接晨晨,是因为那天晚上我去她的房间看她,发现她在偷偷地哭,小小的一个人抱着她的小黄狗,在被子里一抽一抽地自说自话, 她说她今天又被幼儿园的小朋友嘲笑了,过几天就是她的生日,她希望在她生日那天妈妈能去接她,这样那些小朋友就不会再嘲笑她了。 我听着她脆弱又无助的小奶音,第一次感到自己当年想要用孩子留住江心的决定是错的,但是现在事情已经发生,我也没有后悔要可以吃江心不爱的孩子。 我来爱,我给她我所有的爱,我来满足她的愿望,刚好那几天,江心娘家的公司有一个大项目,想要和我的公司合作,同时竞争的有好几个公司, 她弟弟为了走后门,就让江心来给我说她想要拿下那个项目,如果是以前,既然她开口了,那我基本上是不会反对的,只要能让她开心,江公司给她我都愿意。 但是那一次,我拒绝了,江心估计没想我会拒绝,不敢置信地看着我,我没有看她,只是告诉她,我可以把这个项目给她弟弟,但是她要在生日那天去接陈陈。 还得当着全班小朋友的面,亲口喊陈陈儿子,她当时拒绝了,只是没过几天,她又答应了,因为她娘家一直在问她为什么没有拿到项目,她不堪其扰,迫不得已才接受了我的条件,就在陈陈生日那天, 我故意将手机关了机,为的就是防止江心临时在变卦,她找不到我,那么她就必须去接陈陈,离陈陈放学一个小时之后,我将手机开了机,跳出来的第一条信息不是工作上的事情,而是江心的消息,她告诉我,蒋坤那天出狱,她必须得去接她,所以陈陈她不能去接了。 消息是在陈陈放学时间之后十几分钟发的,她估计本就没有打算去接陈陈,而只想要我的那个项目,我一看时间,离陈陈放学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,想到没有人去接她,她一个人在门口孤零零等着,我的心就一阵抽痛,于是我当时也没有追究江心的责任,赶紧去了幼儿园门口, 可是当我到幼儿园的时候,老师说陈陈已经被人接走了,我当时就感觉不对劲,于是赶紧调出了监控,陈陈被一个拿着江心照片的男人接走了,而且过来没有多长时间。 我就收到了一条拿钱救人的短信,他们要一个亿,我没有犹豫,直接报了警,此时我还担心江心知道这件事后,会自责没有告诉他,现在想想,如果他知道陈陈不见了。 估计不会伤心,当时警察没有马上查出绑匪的信息,而我着急见陈陈,所以按照绑匪的要求,将钱打到指定账户上之后,就迫不及待地去了绑匪指定交人的地址,本想破财消灾。 没想到他们有枪,把和我一起去的两个警察打死后,将我抓了起来,他们当时什么也没说,只是当着陈陈的面一个劲地打我,将我打得晕死后,偷了我的诗,这算是重大案件,我不知道警察后续的调查,但是,既然警察现在没有找上门告诉家里人,想必是发现了重大且需要保密的案情。 我眼睁睁地看着江新将保险柜的所有东西装进行李箱里,然后拿出手机拨打了我的电话,手机响了两声没人接,江新的神色显然焦躁了起来,平时对于他的电话和消息我都是秒接的,即使在开会,我也会暂停会议接电话,可是现在我没有接,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一点点得关心我,下一秒我就知道了, 他不担心我,他打开微信给我发了一条消息,风铃,你在哪儿,为什么不接我电话,阿坤出狱了,你该向他道歉了,他们家被你爸爸害得一无所有,现在他正是困难的时候,你去帮他,就当是赎罪了。 还有,别再让你妈给我打电话了,我最讨厌你们家的人,你知不知道,怎么不回我消息,再生我的气,没接你儿子是我不对,但是和阿坤比起来,谁清谁重你应该知道。 过了十分钟,他见我一直没有回他的消息,神色愈发焦躁,你死了,为什么一直不回我消息,我已经给你承认过错误,你不要得寸进尺,看着江新发这些话,一种如山般的绝望将我整个人压垮,但随之而来的就是从未感觉到的轻松,我从小到大一直要爱江新的执念。 这一刻,消失了,江新因为等不到我的消息,在客厅里来回乱转,一直跟在他身边的沉沉,吓得躲在了我后面,家里的门响了,是我妈因为担心我,找来了,江新打开门看见我妈,脸色更难看了,她嫌弃道,你来干什么? 我妈被她之前电话里的话弄得很生气,不想理她,想直接进去,但是江新挡在门前,她推不开,我来找我儿子,你不关心她,还不让我这个当妈的关心吗? 我妈的脸色很不好看,江新白了,我妈一眼,一个推嗓将她一个将近七十的老人家推到了地上。 我上前赶紧去扶,但是我的手直接从我妈身上穿了过去,看着她摔痛的脸。 我真的恼怒至极,江新可以不爱我,可以打我骂我,但是她不能对我妈这样,这简直比杀了我都让我难受,我对于江新大吼。 江新,你太过犯了,你怎么能推我妈呢,你还是不是人? 但是她听不到,她看着我妈扶着腰疼痛到扭曲的面孔,冷漠地站在门口,无动于衷,如果我爸在世,知道他呵护了一辈子的爱人,被自己的儿媳妇这样对待,估计会把我打到残废吧? 都怪我,是我的恋爱脑害了自己的儿子,现在又让自己的妈妈受这样的苦,江新对虚我妈说。 让她这个老不死的,有多远滚多远,不要再来她的家,然后重重地关上门,任我妈在地上挣扎着站不起来,她也不管,这一刻,我的心不仅彻底死了,还有了无尽的恨意。 江新,她真的不配得到我的爱,她回到客厅,准备拿着装满财务的箱子去找蒋坤,我妹妹的电话又打来了,是我妈给我远在美国留学的妹妹打的电话,向来不干涉我家庭生活的妹妹找到了江新,江新没有我妹妹的电话,所以她看到是陌生来电就接了,但是我妹妹低声嫂子喊出来。 她就厌恨了一声,然后生气地说,还有完没完了,风铃去哪了我不知道,你们家的人不要再找我了,我最讨厌你们家的人了,你们不知道吗? 我妹妹虽然长得美丽大方,但是她的脾气向来火爆,从小在我们家人的宠溺下也从来没受过什么气,当然能不会纵着江新,她在那边说,江新,你他妈的打我妈了。 你这些年,你这些年折磨我哥折磨得还不够吗?连我妈你也不放过,你但凡有丁点良心,你都不会对我妈动手。 这些年,你那个像补丁一样的娘家在我们家打多少秋风,你心里没点数? 你自己几斤几两你拎不清,要不是看在我哥的份上,像你这样的人,有资格来我们家吗? 江新被我妹封城的语气的心口起伏,像是受了多大的委屈,一点反驳的能力都没有,因为我妹妹说的都是事实,她憋了一会,最终说, 封城,你敢这样对我说话,你别后悔,我会告诉你哥让他收拾你的,他要是做不到,我就跟他离婚,你等着。 我妹在那边没说话,我知道她是不想我为难,所以一直在任何人面前都从不示弱的大小姐,因为我,她的亲哥哥让步了,江新看到我妹被她对得无言反驳,得意起来。 封城,我记得我跟你说过,不要试图招惹我,你敢招惹我,我就折磨你那个舔狗哥哥。 到时候看谁难受,舔狗,五年的付出,原来在她眼里,我只是一个舔狗,当真是一片真心为了狗啊。 江新挂掉我妹的电话后,拿着我们这个小家的所有财产去找了蒋坤, 蒋坤看到那些钱和珠宝以后,眼睛都直了,当场决定和江新去度蜜月,蒋仇被蒋坤留在了家里,自生自灭。 而我和陈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,江新身上对我们的那种吸引力消失了。 我想,估计是我们对她彻底死心不爱她了,所以没有了那种能量吧。 我们不用跟在她身边后,我就一直跟随在我妈的身边。 因为江新的那一推让我妈扭住了腰,现在住院了,身边只有保姆。 陈辰对于从小一直照顾她的奶奶住院很伤心,所以一直在奶奶身边安慰她。 此时她也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同,我告诉了她真相,但她却没有一点害怕。 她说,只要能跟在爸爸身边,陈辰什么都不怕。 我看着她依恋的眼神,感觉很幸福。 我想,我跟江新结婚,最大的回报就是我的陈辰了。 她乖巧,听话,暖心,希望我们下辈子还能做父子。 我妹妹从美国回来了,她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去派出所报警。 但是警察只是给立了案,其他的什么都没说。 我知道,他们是发现了重大案情。 直到一个星期后,警察找上我妹妹,将我和陈辰已经死的消息告诉了她。 风小姐,你节哀,发生这样的事情是谁都没有想到的。 我们警局的同志也牺牲了两个,之所以现在告诉你,是因为案子有了突破,而所有一切案件的源头都指向曾经的蒋家。 负责这个案件的武警官对我妹妹说,我没听到我已经死的消息,先是不敢置信,随即气不成声,她捂着嘴乌咽着。 蹲在角落,像一个可怜无助的小兽,我想上去安慰她,但是触碰不到她,也跟她说不了话,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从低声啜泣到嚎啕大哭,直到整个人虚脱倒地,被武警官送去了医院。 他醒来的第一句话是说,武警官,不要把这件事告诉我妈妈,我怕她受不了,起码现在不要告诉。 好,武警官答应了,然后和我妹沟通了一下案情,他说虽然所有的矛头都指向蒋昆,但是缺乏最有力的证据, 所以他们现在不敢轻举妄动,毕竟蒋昆坐过牢。 是一个可以玩命的人,一旦他察觉到任何一点苗头,局面很可能失控,我妹妹表示答应,或许老天爷也看不惯我的遭遇。 没过几天,那个叫蒋昆的小男孩找到了我妹,他把我妹堵在了医院的走廊上,我知道你在找蒋昆的犯罪证据,我有。 蒋昆成熟得不像一个八岁的男孩,他跟我妹去了酒店,拿出了证据摆在了她面前,我妹不知道她是谁,看着面前的小男孩冷漠地说,我为什么相信你? 蒋昆成熟眼里充满了仇恨,还是年纪小藏不住事情,眼里的泪水已经开始阴晕,声音都带了点哽咽,我知道你们风家是好人,我在孤儿院的时候听院长妈妈说过,我们院里的资助都是你们家捐的。 我不是蒋昆的儿子,他让人把我和我妹妹领养走,是为了让我装作他的儿子去骗江心。 你答应了,我妹妹风尘神色有些松动,但依然很是严肃,我没有办法。 蒋昆已经哽咽着哭起来,我妹妹在他们手里,我要是不配合她,就要杀了我妹妹,然后迈到缅甸去。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告诉我这些?我妹妹死了,她被杀了。 蒋昆嚎啕大哭,她在桌子上掩盖自己此事不坚强的模样,封城等她平复了心情,将桌子上的纸递给她。 蒋昆擦了擦眼泪接着道,蒋昆和江心去旅游约会去了,我自己一个人在家,昨天晚上我太想我妹妹了,就去了蒋昆的书房。 打开电脑看到了她的邮件,我妹妹被她手下的人糟蹋了,然后还把她杀了。 蒋昆答应过,我会好好照顾我妹妹的,只要我听话配合她拿到你哥哥的财产,她就把我和妹妹放了,不杀我们。 拿我哥哥的财产? 封城反问道,对,她让我给江心说她创业困难,然后从她手里弄钱。 蒋昆有些心虚,小心地看了封城一眼,封城说,那她为什么现在还和江心出去蜜月? 蒋昆道,因为她知道你们家有钱,江心拿给她的不过是九牛一毛,她想要的是你家的公司,你哥哥死了,江心就是她的第一顺位财产继承人,她想要的一直都是这个。 封城疑惑地看着蒋昆,不太明白她怎么懂这些东西,于是她问了出来,蒋昆也没有磨蹭,直接道,我每天晚上都会去蒋昆的书房偷听她打电话,没有一天落下,所以我什么都知道。 说到这,她看封城一眼,又道,所以你必须帮我,蒋昆的犯罪资料我已经拷备下来,你要是不帮我,我就,我就,你就怎么样? 封城笑看着这个一再庄大人的小孩,我,蒋昆又哭了出来。 我了半天也没再说出个所以然,我知道,这已经是蒋昆这个孩子能做到的极限了,希望封城不要再为难她。 我妹妹果然是善良的,也没有再逼问她,而是又给她重新安排了个地方,然后拿着那些证据去找了武警官。 武警官很高兴,快速地布局抓捕蒋昆的计划,在武警官布局的这几天,我妹妹又接到了江新的电话,她电话里还是那副不可一世的样子,封城,你凭什么不把公司的那个项目给我加,那是封领之前就答应我的,你凭什么收回去? 我妹妹现在已经接手了公司的事务,她不愧是常青藤学校的高材生,工作上的事情井井有条,她对一江新道,你打电话来,就是问我这个的。 你就不问问,我哥现在在哪里吗?为什么一直打不通他的电话? 江新冷哼了一声,道,我正想跟你说这个事情呢,你帮我转告封领,她一直不接我电话,要她不要后悔,我过几天回去,就要和她离婚,还有我娘家的那个项目,你最好给他们,要不然我让封领更痛苦。 说完她不等我妹回答,就挂断了电话,封城站在了顶层办公室的落地窗前,看着街道上如蚂蚁般熙熙攘攘的人群,给武警官打了电话。 我想,江新被抓的时候,估计是猛的,因为他和蒋坤亲密地搂着进别墅的时候,迎面接待他们的是一批穿制服的警察,他看到了客厅坐着的封城,大叫道,封城你干什么? 这些警察是你叫来的,你们家有钱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吗?我要告诉你哥,让他打死你。 我妹没有理会她的大喊大叫,而是走到她面前,抓住她披散的头发。 照着脸上啪啪打了几巴掌,然后道,江新,你知不知道我哥已经死了,你儿子也死了。 江新瞪大了眼睛,也顾不得反抗封城的狠手,说,不可能,他怎么会死,他都还没给蒋坤道歉呢,他凭什么死? 哦,我知道了,他是看蒋坤出狱了,害怕我会离开他对不对,所以想用这种方法吸引我的注意,让我不要离开他,对不对? 放屁,你们这些杀人犯,你们还我妹妹的命。 蒋坤不知道从哪里冲了出来,拿着一把刀就朝着蒋坤冲了过去。 还好有个警察跑过去抱住了他,他的刀只在蒋坤脸上划了几道,而没有割到他的脖子,江新看到这样疯狂的蒋坤,不敢置信。 蒋坤,你在做什么?那是你爸爸。滚,你这个恶毒的女人,她才不是我爸,她是个杀人犯。 她杀了我妹妹,我要替我妹妹报仇。 呵,小崽子,原来是你在背后捅我刀子,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 蒋坤阴狠地看着蒋仇道,但他还没说完,就被其中一个警察拿头套套住了头,然后带走了。 蒋坤看着这一切疯狂挣扎,你们搞错了,蒋坤他不是杀人犯,他刚出狱,怎么可能再杀人? 封林呢?封林在哪里?我要找封林。 我看着这一切,苦叹,蒋坤也只有在用到我的时候,才会想起我吧。 娘家有事的时候会找我,蒋坤需要帮忙的时候会找我。 她物质短缺的时候会找我,但是现在,她永远找不到我了,因为她会在监牢里度过一生。 我妹妹封城虽然平时很善良,但是她的善良是有限度的,但凡伤害到她在乎的人,她都不会手软。 她把蒋坤做的所有事情都分了一份在姜欣身上,让她知道蒋坤接近她真相的同时,也让她的后半生在监牢里饱受折磨地度过。 姜欣面对我妹摆在她面前的真相,不愿意相信死活要见她的娘家人,让他们找最好的律师来救她。 但是她娘家人,现在最恨的就是她。 因为我妹妹在业内对姜家下了封杀令,以后如果有和姜家合作的公司都会上封氏的黑名单,封氏在业内是龙头,这一禁令下达,无疑是把姜家逼上了死路。 所以,当姜家人见到姜欣的时候,不是对她嘘寒问暖,而是对她又打又骂,姜欣过了好长时间才接受了我和儿子已经死了的事实,甚至她已经不关心蒋坤了。 她现在每天在牢里就是念叨我和儿子的名字,她是后悔了吗?可是有什么用呢?已经晚了。 她拿我的钱给蒋坤的时候,她就已经没有回头路了。 因为那些钱全都是蒋坤做非法生意的原始股份,蒋坤没有把这些股份弄到自己头上,而是全都写了姜欣的名字。 姜欣知道这一切的时候,是不是还在感动于蒋坤对她痴情不改,可是真相摆在她面前,一辈子的监狱生活等待着她,她不会不清醒。 我和儿子亲眼看着姜欣入狱,眼睁睁地看着监牢的大门关闭,她最终成了一个黑点,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,也消失在我们的心里。 从此,我和陈陈相依为命,一同奔赴我们的来生,我一直认为妻子会跟我相守一辈子。 直到平安夜的一条短信,让我彻底认清了她的真面目。 我们结婚三年多了,我叫吴迪,35岁,在一个私营企业里做副总,妻子小我一岁。 在政府机关的C局做一个鼓掌,很漂亮,虽然已是近30岁的人了,但是岁月好像忽略了她的存在,看起来还是很小,很纯。 想当初,我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才从别人手里抢过来的,在上海这样的城市,我们有自己的房子和车,每个月拿,这还不错的收入,过着一般人很羡慕的日子。 说起来,我应该不算是一个称职的老公,大多数的时间都在忙着各种各样的应酬,经常出入各种娱乐场所和酒局,往往很晚才回家,这样无形中对妻子的关爱少了很多。 虽然她从没说过什么,但我心里却十分清楚她的感受,平安夜那天,我早早地处理完手中的事务下班,我先到一家香菜馆定了个座位,并点了她爱吃的菜,然后开车去接她。 到她单位后,为了给她一个惊喜,我特意把车子停在马路对面,坐在车里等她下班,就在这时,一辆黑色的领客在妻子单位前面停了下来,我不惊议一瞟,突然发现妻子从车上下来,一名中年男人也走了出来。 我认得那个男人,C局的副局长,四十多岁,戴富眼镜,有点儒雅气质,人却不张扬。 我们都叫她张局,张局仿佛有什么事要交代,在妻子的耳边说着什么,妻子趁怒着在她的胸前捶,那两下,她笑着回到车里掉过头开走了,妻子也转身进了单位,我当时心里一沉,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在我的头顶,为了不打草惊蛇,我又开车来到香菜馆,然后给妻子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我。 在这里定了座位,想和她过一个温馨的平安夜,打完电话,我又特意去花店包了衣,数项日葵,那晚我在她的脸上,可以看见她有多幸福,如果我能早一点做这些。 也许,后面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 当然,那天我并没有和她提及,在她单位门口见到的一切,不过从那天之后,我开始注意妻子的行踪,一有时间就往她单位打电话,得知,她在工作,我感到是不是自己多心了,心里的石头也就慢慢地放了下来。 而在一天,一条短信让我再也坐不住了,那天,可能是她疏忽了,竟有一则短信忘了删除。 我打开一看,亲爱的,我越来越爱你了,真想把你含在嘴里吃掉,这些时间,我推掉了大部分应酬,一般很早就回到家里。 直到今天我才知道,她总借口有事,很晚才回来。 那天晚上,我在看一场球赛,她接到电话后说单位同,是叫她出去玩。 我说别太晚了,早点回来,等门一关上,我也起身穿上衣服,慢慢尾随在她后面,我不敢开自己的车,就叫了辆出租车,尾随她到了一个KTV,我去对面的一个奶茶店坐着,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慢慢等。 直到深夜一点多的时候,一群男男女女的出来了,妻子和张菊就在其中,妻子上了张菊的领课,我赶忙结了账,叫了辆低视尾随在他们后面,他们的车在我家门前停了下来,两个人下了车,拥抱了一下后,妻子上了楼。 张,菊开车走了,我感觉所有的血液下涌进了我的大脑。 我真想冲上和她拼得鱼死网破,但我还是忍了下来,因为我不能就这么便宜了他们。 下了车,我在附近又转了半个小时才回来,她问我为什么不在家,我说有朋友,又叫我出去聊天,所以回来晚了。 为了能拿到证据,我背着云,偷偷花了三千多块钱,买了部数码相机,拍照,拍DV都可以的,然后就是等待机会了。 既然他们不让我好好活着,我也绝对不会让他们快乐下去。 过了几天的下午,我开着公司的一辆普桑,在妻子单位门前的马路对面停着三点多钟的时候。 张菊的领客从前面开了过来,停在了门前,一会妻子神采奕奕地走出大门,直接上了那辆车,我就一直悄悄地尾随在后面。 他们来到一家宾馆前停了下来,妻子和张菊一前一后的,像不相识的人一样走,进了酒店。 此时,我的心里剧烈跳动,我知道好戏将从这一刻开始,我把车停好,进了酒店的大堂。 没有看见他们身影,我慢慢夺到酒店的前台,拿出手机,假装说着, 喂,张菊啊,我在彩虹酒店了,你在几号房间? 啊,进电梯了。 我对前台小姐说,请问刚刚登记的先生在几号房? 看来刘菊是熟面孔了,那小姐说,张菊啊,她在一千二百二十四。 我说了声谢谢,进了电梯,我的心里仿佛揣了只兔子,一直上蹿下跳着,紧张,愤怒,还有什么,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了。 到了十一楼,我找到124房间,门关着,我贴着门听了一会,听不到里面有什么动静,这样耗了一刻钟左右,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怀疑,我慢慢地在走廊里走着,拿出手机,装着和别人通话的样子。 这时,走廊尽头走出一个服务员。 我叫住了她,小姐,帮我开下门。 我卡放房间了,服务员看着我西装革履,根本没有多想,拿出通用卡在门上插了一下,我说,谢谢。 她一笑道,不用谢,先生,我看着服务员走远,把手轻轻放在门坝上,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心跳在不停地加速跳动状态, 我一遇到特别激动的事情就会这样,浑身的肌肉也一炸一炸的,我慢慢拧开房门,门口是一间会客厅,里面是一间卧室,软软的地毯上不会让我发出任何声音,我虚眼上门,立刻就听到熟悉的喘息和声音,我感觉到整个人已经炸开了,从每一根血管开始爆裂开来。 还有一些血肉模糊的碎片飞散在这个房间里每一个角落,此时我多想冲上去,把这对狗男女的心,肝,肺全部掏出来,但我还是忍住了, 因为我不能就这样便宜了他们,我要让他们知道,背叛我的后果将是生不如死,我轻轻地靠近卧室,站在客厅的沙发上,正好可以看见卧室的床。 此时肮脏的一幕就在我的眼前,我心里充满了愤怒,但是我忍住了,我不能就这样让这对狗男女好过。 我突然想起,前一段时间老婆不愿意和我unvill的事情,她说每次这样都让她很累。 以前都是勉强让我高兴才为之,现在老夫老妻了,没必要这样,当时我虽然很不高,心,但是过了也就算了。 原来是这样的,我掏出早已准备好的数码相机,打开录像功能,调整好角度,把相机放在沙发上面,自己慢慢退到地毯上坐下来,听着,我听着那个他们恶心的吟叫, 然后看到那个男人侵入那个本来只属于我的禁地,我还听到他在说,不要带,没事的,我身上刚来过,这几天很安全,张局一边运动着, 一边问他爽不爽,那个曾经在我心里女神一样的女人,竟然肆无忌惮地大声叫着,爽,我看不下去了,再看下去我会崩溃的,于是拿走了相机,悄悄退出了房间,从房间里出来,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,一个人开着车在街了转到六点多,他打电话过来,为什么还没回来,我说公司有事, 要加班,晚点回来,赶到公司时,其他人已经下班了,我掏出钥匙进了办公室,拿出数据线,把下午录到的东西烤,到电脑上,然后重新欣赏了一遍, 也许是因为没有人在旁边,我实在控制不住自己,竟然不争气地流下了眼泪。 那个女人真的很漂亮,那皮肤,那身材,几年来一直让我痴迷不已,那个男的就。 不行了,平时西装革履地,看上去人母狗样,脱掉衣服感觉跟一堆白肉差不多,我在电脑前待坐到十点多,用公司的刻录机,把这段录像刻录在了三张盘上,一张锁在办公室保险柜里, 这个保险柜属于我个人专用的,平时用来放些重要的文件资料,其余二张随身携带,我把五光盘都加了密,密码就是1224,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数字。 回到家时,妻子已经睡着了,我坐在床边静静地看着她,百里透红的脸蛋,真的,好迷人,受过滋润后果然不一样。 我几次想冲进厨房,拿菜刀把她给剁了,最终我还是睡在了她的旁边,她习惯性地钻进我的怀里,她说她喜欢那个地方,在那里她会有种安全感,在黑的夜她也不害怕。 美帝听她这么说的时候,每每把她这样拥在怀中一起入睡的时候,那种温暖的幸福感,就会让我把一整天的忙和泪全部忘掉。 而这一次,我的心里却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样,说不出是什么感觉。 睡着之前,我决定提前计划,第二天,我迈出了我复仇计划的第一步,下午,我在街上找了个中学生。 把用信封装好的一张光盘交给她,让她送到C局的门卫室,并给了她五十块钱的报酬。 我先远远地看着那个学生把光盘交到保安的手中,然后找了一个公用电话,拨通了张局的号码,我压低了声音说,是张局吗? 她带着一副很重的管枪样子说,嗯,你是哪位啊?我是哪位你,现在还没必要知道。 有什么事吗?我这里有样东西,我想你会很感兴趣。 哦,你有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产生兴趣啊?她冷笑了一下。 有点不屑,我把那东西放在你们公司门卫室了,和你在彩虹酒店做的事情,有关,她明显激动了起来,你到底是谁,想干什么? 我几乎可以想象当时她是什么表情,那个东西被我加密了,解开的密码一千二百二十四,如果你不想被别人看到,就多注意一下。 我没等她再说话,就把电话挂了,回到公司,一点做事的心情都没有,一直到下班,晚上我回到家,妻子已经早早地回来了。 不过我可以看出她有些心神不宁,我问她怎么了?她说没事。 有点不舒服,我好了一声,然后让她早点休息了,吃了晚饭,就坐到电视机前,看球赛去了,那天晚上,她没再像以前那样钻进我的怀里。 她在我的旁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,我也没去管她,因为我知道,她睡不着的日子还在后面,一切才刚刚开始,第二天,我又拨通了张局的电话,问了她在办公说话方便不,她说没事的,办,公事就她一个人,你想要什么? 我已经是有家庭的人了,你可不要毁了我啊。 她很激动,我一听这话,嘴差点气歪了,心里想,我也是有家庭的人了,可你却已经把我毁了,我说,你们局下个月就要进行换届选举了,这样吧,你先退出这次竞选吧。 我没有争这个位置啊,少他妈跟我来这套,我知道你一直在为这个事四处活动,在跟我捣浆糊,老子让你吃不完兜着走,如果为了这个,我保证再也不沾这个事情,我知道了。 算你聪明,为了表示你的诚意,先帮我做件事情吧。 什么事?你尽管说,我能办到一定尽力去办。 录像里那个女的,你明天给她弄个处分,不管用什么借口,然后把她调到你们下属单位去,你,这个,怎么,这个很难吗? 我故意把声音抬高了八度。 没问题,我一定照办。 她连忙回答道,说完后,我挂断了电话,接着我给妻子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今天公司有重要的客人过来,晚上要陪客人,消费就不回来了。 然后我又给兄弟沈涛打了个电话,说我要来找他喝两杯,涛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兄弟,他附近原来是我们区公共安全专家局的一把手。 这小子从小就仗着自己家里的势力,在他那一片是出了名的无法无天之徒。 想,当年,我和其他几个兄弟也跟着他做了不少混账事去年的一天晚上。 他酒后驾驶,一下子和一辆卡车撞上,结果坐在他旁边的一名小姐当场就没气了,他却啥是没有。 这在当时闹得沸沸扬扬的,他父亲在退休前,一手将这是抚平。 当然,他在那里也待不下去了,后来被调到C镇派出所,做了一个所长,我们找家酒店,开了一个小包间,点了啤酒,开始一瓶机一瓶地吹起来。 他一边喝一边跟我讲,他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,什么抓赌,探了多少赌金,扫黄黑,了老板多少钱,什么一个科长,PC被他抓住,撬了多少多少,怎么越听,感觉你们这些人民公共安全专家越像毕社会啊。 兄弟,你还不知道,咱们干Polus的,就是国家允许的毕社会,在这个小地方,咱们就是王法,掏拍着我的肩膀说,说着说着,我就忍不住趴在桌子上哭了起来,掏的酒也喝得差不多了,怎么了兄弟? 我这次来,我这次来,就是为了这事,我原原本本地把这些天发生的事和他说了,一遍,我操他妈的。 掏哪受得了这些,气得双眼圆睁,拍桌子打骂,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好东西,你当初追他的时候,我就跟你说过了,他能气了小,留和你在一起。 就能气了你和别的男人,老子在女人身上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,一眼就能看出他就是个骚货,你说吧,怎么弄,我给你出头,听着别人这样骂他,我心一阵痛快,说不出的过瘾,好像他根本就不是我的。 老婆一样,我有个计划,你帮我找几个人,这么这么办就可以了,没问题,我过两天就回去一趟,肯定不让你受任何委屈,掏咬着牙说,此时复仇的念头,已经完全占据了我的内心,第二天回到家的时候,已是下午,我打开门,发现妻子在家里,眼睛红红的。 我,假装关心地上去问他,怎么了,为什么不去上班? 上面把我调到锁里去了,他一看我回来,竟又忍不住,趴在沙发上哭了起来,为什么呀? 我装着很吃惊地问他,领导说我上班的时候上网玩游戏,经常迟到,工作不积极。 你们单位上班迟到,早退得多了,你们那几个领导上班的时候还打麻将呢,怎么单单罚到你头上了,我也不知道他一听我这么说,抱着我哭得更厉害,我紧紧地抱着他,轻轻地拍着他的后背安慰道。 没事的,到哪不是一样,我知道你爱面子,过一段时间大家也就忘了。 这个时候他看不见我的脸,可我自己知道那肯定是一张魔鬼的脸,带着宁笑,和别人难以察觉到的满足感。 这一晚,他在我旁边翻来覆去,我也在黑暗中睁着眼睛,想着我的计划,第二天,我早早地起床,来到公司,费了点周折,查到了张局老婆的电话。 他,在是天然气公司上班,找他一点也不麻烦。 电话那头,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,谁呀? 我是纪委的,找你了解点情况。 什么事啊? 他问,群众反映你丈夫生活作风有问题。 你有没有发现,他最近这方面有没有什么反常,你真是纪委的? 他迟疑地一下问,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,希望你能注意一下他最近的行踪,最好查一下他的通话记录,短信什么的。 说完我就挂了电话,这个电话能给姓张的制造多少麻烦,我咬着牙,不让自己笑,得太灿烂。 然后我拿起电话,又给张局打了个电话,你交代的是,我都办妥了,你还想怎样? 你到底是谁? 他说,我说,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,就是看不习惯你们,我不缺钱。 缺钱也不找,你要,那是犯法的,我可是个良民,那你到底想怎样? 只要你提出条件来,我都会尽量满足你,交个朋友好吗? 他说,交电话朋友啊。 你们这种人,不配合我交朋友,你别想查我,其实你也查,不到我,别跟我使心眼,惹急了我。 市委,纪委,监察局,报纸,电视台都会收到那东西,他带着几份哭腔说,你放过我吧,你要什么,只管对我说,只要别破坏我的家庭。 听到这话,我差点气晕了,本来压低的声音,我无意中提高了很,多,你破坏别人的家庭的时候,怎么没想到这些? 没有啊,是他先诱惑我的,我也是无意中才陷进去的。 他说,我故意打断了他,装着没听见他刚才说的话,同时打了手机上的录音功能,什么,你说你们怎么开始的? 他先诱惑你的,难道不是你利用植物之变勾引的他? 是啊,那天我喝醉了,他便引诱我犯了错,我是有家庭,有老婆,有孩子,的人了,我很珍惜我的家庭,况且我也不爱他,怎么可能主动和他在一起鬼混,难道那个女人本来就不正经? 是啊,这个女人和单位很多人,关系都不正常。 经常找借口接近领导,我本来很看不起这种女人,实在是酒后失德,才酿成大错,若不是喝醉了,我怎么能看起这种人? 抛如铁和国家教育了我这么多年,什么美女堂一炮弹,我都能经受住,后面他说了不少,好像在接受组织上考察一样,我没有打断他,都原原本本的录了下来,等他说的差不了。 我说,那好吧,等我考虑一下,到底怎么解决,这是,下次我再联系你,记着,手机要保持随时开机,如果我找不到你,后果字,付,没等他回答。 我就把电话挂了,回到公司,我重新听了一遍录音,虽然效果不是很好,但能够听清楚再说的,什么? 我把刚才的录音,用电脑做了下剪辑,把我说过的话都剪掉了,留下了他评,驾云的那段,然后转存到一张光盘里,然后找了间花店,连同一束花送到了我老婆那里,这只是开始,是的,这只是个开始。 妻子很晚才回来,我根本没兴趣打电话给他,这段时间,他们的日子一定不好过,跟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吧,也该给他们一些时间,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对策。 不,然他们会死不甘心的,他回来的时候,我坐在客厅里抽烟,为他戒烟两年多了,这些天,我又开始抽,起来,因为他可以让我暂时忘掉很多事情,他的眼睛红红的,一看就知道刚哭过,我装着没到,他洗把脸后,打开电视,可我知道他根本看不进去,过了一会他对,我说, 我有点事情,想和你商量一下,什么事啊,小张约我晚上去他家看球赛,回来再说吧,说完,我起身开门走了,我不能再给他坦白的机会,否则我就只能选择宽恕和指责。 我也知道,今天的那段录音,对他的打击有多大,都上床了,还说没有感情,鬼,才相信,我就是要他静耳听到,那个男人是如何卑躬屈膝地背叛他, 让他切实地感受到被彻底抛弃的痛苦,让他看到这血淋淋的现实,让他同样像在床上一样,销魂,第二天中午的时候,有个人给我打电话,一个沙哑的声音说道, 吴哥啊,我是阿飞,涛哥让我联系你,你给我抱抱地方和车牌号吧。 我把他车经常,出现的位置和车牌号提供给了他,沙哑的声音爽快地说,吴哥,您就等着瞧好吧。 第二天,晚报登出来了,某小区一辆黑色领客,被砸后颇油漆,警方正在追查,之类的报道,我给兄弟涛打了个电话,他说,你就放心吧,这些小事我能搞得定, 你按你的计划行事就可以了,这次我过了几天后才给张局打的电话,给他一个缓冲的时间,免得他狗急跳墙或突然崩溃,他接了电话一听是我的声音, 竟然说,我现在在忙,有什么事等一下再联系。 没等我说话,就把电话给挂掉了,看来,我还没有引起他的足够重视哦。 我赶回单位,把那段录像的光盘拿出来,在电脑里截了一张图。 没暴露两个人的面部,我又在下面配了一段说明文字,C局某领导PC被抓现行, 晚上我偷偷地贴在了C局门口,至于第二天C局起了多大的风浪,我从我老婆的脸上刻意看得出来, 他晚饭后,他对我说想回江西老家休息一段时间,我靠近他,温柔地说, 再等一个星期好不好? 等我手头的这笔业务处理完,公司会给我一个星期的假日,到时候我会陪你好好散散心。 他同意了,过一段时间同我一起走,我找了一间小酒吧,要了三瓶啤酒,一个人一边喝着啤酒。 一边想着心里的事情,又到凌晨的时候,才回去,走到楼下的时候,我抬头看见我们家房间的窗户,竟然还亮着灯,我鼻子一酸,差点哭出来,那还是和他谈恋爱的时候,我开玩笑地对他说, 万一结婚后,我学那些男人夜不归宿,你怎么办啊,我会给你留一盏灯,等你回来。 他甜甜地笑着对我说,我打开门的时候,他在床上睡着,没有吱声,第二天上午,我又把电话打给我了张局,你想怎样? 昨天我真的在跟领导汇报工作,你怎么能这么干? 他有些机,动,我说,你要对我要有足够的重视才行,要学会尊重我,这个时候,我比你亲,爹都重要,你知道吗? 知道,知道。 他懦懦地说,知道就好,我告诉你,我不光是嘴嘴说说而已,很多事情我都敢做的,只要你把我惹急了,大哥,我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过你? 我实在记不起来了,求求你别再搞我了,你就当我是个屁,把我放了好了。 我一听笑了起来,我说,其实我跟你也没什么过节,就是看那个女的不顺眼,你再整整她,就当给兄弟解气了。 还怎么整啊? 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,她现在挺恨我的,如果再整她,我怕把她逼急了,听她的口气很为难,你就不怕我急了,让你彻底完蛋。 我抬高了声音说,那你说怎么着? 她好像豁出去了似的,我说,据说你们局下属有个发展公司,里面聘请了些公关小姐,专门公外,冒那块的,你调她到那去吧,她不是喜欢卖吗? 就让她光明正大的卖去,那个公司啊,只是挂靠在局里,正是供谁去哪儿?再说那块也不归我管。 那你就看着办吧。 反正我三天之内,如果见不到她去那里上班,就别怪我不,客气了,我挂了电话,心里说不出的畅快,掏回来了。 她打电话约我出去,换上了一身便服,但仍然开着警车,我们来到避风湖,一边喝茶一边聊天,兄弟,上次那是办得不错,谢了。 我说,她得意地说,后面的人我都安排好了,你那边进展如何? 我向她说了我这边的情况,一切都在顺利进行之中,和很晚了才回去,回到家发现,妻子竟然不在,我懒得管那么多,倒在床边睡了。 早上起来的时候,发现在她正坐在我旁边,我起床,洗了脸回来,她还在那里坐着,一句话也不说,我一边穿衣服,一边问她,今天怎么不去上班? 今天不想去上班,我有事情想和你说,什么事啊?晚上再说吧,今天上午有会,马上晚了,你是不是知道什么? 她望着我,什么事?我不知道啊。 我故意瞪大眼睛,装着很惊讶的样子,她盯着我的眼睛,看得我心里直发毛,最后她叹了口气,没什么,都是些工作上的事情。 以后再说吧,我应了一声,头也不回地出门了,我要加快计划地实施,直觉告诉我,他们已经怀疑到我的头上了。 我沉默地坐在那里,直到中午,这段时间,由于一直忙着自己的复仇计划,手头的工作搁置了不少,公司的领导也对我颇有微词,但这些已经不再重要了,因为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吸引我。 我内心的欲望之火,在旺盛地燃烧着邪恶的种子,在火焰中越长越高,越长越大,下午的时候,阿飞又给我打电话,我给她安排了下一步的事情,第二天,我向公司请了假。 没有去上班,我跑到对面楼的一个楼梯口,这里有一扇子,透过窗子正好可以看到,我们那栋楼的出炉门洞,我看到妻子一边听着电话走出来时,便给阿飞打了个电话,告诉她我家里已经没人了,一会就看到两个人,手里拎着两只桶,和一包什么东西,用我告诉她的密码,打开门,过了一会。 那两个家伙一溜小跑的出来了,我慢慢地下了楼,给张局打了个电话,问她事情办得怎么样了,她说已经同意了,你还算老实,这样吧,你下午把调令和文件弄出来,让我看一下。 她很爽快地答应了,我接着说,这个事情办完了,我们就把这个事情了结了吧。 真的,你想怎么办?听起来她很高兴,那个录像,我没有留底,但还有几张拷贝盘在我手里,你下午拿掉令和文,件来换吧。 好,我马上就去办,弄好了我联系你,你不用联系我,我三点半钟会打电话给你,告诉你地方。 挂了电话后,我去了附近的德克市餐厅,叫了点吃的和喝的,这期间我又给阿飞打个电话,安排了后面的事情,我在餐厅里做到三点钟的时候。 给张拷打了个电话,事情安排得怎么样了? 她说,一切都安排好了,就等你电话了。 好,你先到上次你们快货的那个酒店,开个房间,我半个小时,以后就到。 说完我挂了电话,然后我从餐厅出来,开着车子去了一个我早已物色好的地方,又给张拷打个电话。 我到了,在124房间,我这里有点钱给你。 她很急,我说,算了,我信不过你们这些当官的,我也不缺那点钱,你到我亲戚开的店里来吧,我给她指了一间发廊。 在上海这样的发廊,几乎遍及各个街巷,虽然招牌上写着理发、洗头、按摩之类的字样,其实里面连把剪刀都没有。 大家都知道,这里就是进去直接谈价钱,然后就做事的那种地方,一般在50到100块钱吧。 我坐车里点着一根烟,这是我看见张拷从出租车上下来,躲躲闪闪的进了那间发廊。 我拿起电话拨了下110,说某某巷子有人打架,要出人命了,然后又给晚报热线打个电话,说这里有个领导PC出现纠纷,打起来了,联工、共安全专家局的都来了。 最后,我又给阿飞打了个电话,上吧,就是那个戴眼镜的胖子,不一会,我看见阿飞和另外一个家伙,气势汹汹地冲进那间发廊,一会里面就吵了起来,我听见阿飞在喊,我操你马的,你嫖了我女朋友不给钱,又跑着,来了,然后里面就传来噼里啪啦摔东西的声音,这时就看见阿飞他们俩, 追着张局跑了出来,张局的眼镜也不知道飞哪去了,头上,手上,衣服上全是血,整个脸也一片模糊,奇怪的是,警察竟然还没新闻热线的记者来得早。 记者都到了好一会,警车才缓缓地拐进巷子来,巷子里热闹得一塌糊涂,阿飞他们俩把张局放倒在地。 正你一拳我一脚地打得痛快,这俩小子下手真够狠的,警察出现后,把他们都给烤了起来,张局也被两个警察从地上拖起来,架着上了车, 这时我开着车子走了,然后给涛打了个电话,问他,他们都被带进去了,两个兄弟不会有事吧? 他说,治安案件而已,没多大事,我马上打电话保,他们出来。 今天心情很爽,我开着车在城里转到晚上七,八点钟后才回家,虽然已有心理准备, 但我还是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,红色的油漆像血一样。 在我家的门上涂着破鞋两个字,虽然周围已经被收拾过了,但仍可看到有被破过屎尿的痕迹, 我掏出钥匙,正要打开门,突然对面的邻居门开了,老李探出,头来看我, 我回头对他微微一笑,他也尴尬地笑着,缩了回去,家里黑漆漆的,我看到他的鞋子摆在门口,知道他在家里, 不过我没想到他,会坐在黑暗中的客厅里,他突然说,你回来了。 我吓了了一跳,打开灯,看见他面无血色地坐在那里,脸上还有一个很清晰的巴掌印,原本一头乌黑亮丽的头发。 也糟糟的,我当然可以想象得到这是谁的,杰作,但我没想到,这个女人,行动会如此神速, 我一个手里拿着公文包,一个手里拿穿钥匙,站在他对面默默地看着他, 他,也那样看着我,我们谁也没有说话,就那么对视着,不知过了多久, 房间里静得出奇,我几乎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,日光灯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, 看不到一点血色,他咬着自己的嘴唇,强忍着不让泪水注流下来。 结婚这几年我,从没看到过他这个样子,所有的事情你都知道了,是不是? 他仍坐在那里看着我。 眼泪却再也忍不住,一个劲地往下掉,我没有回答他的话, 掏出一支香烟,放进嘴,他说那次他在单位里突然晕到了, 而我又出差去了海南,是他把他送到医院里去的, 之后又给了他许多无微不至的关怀, 他说我平时只知道忙自己的事情, 把他冷落在一边,他说自从他们有了第一次后, 他一直生活在自责之中,他说,他知道错了, 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, 求我原谅他,我从包里拿出一张光盘, 放在了桌子,并告诉了他密码, 难道他不知道我的心天天在流血? 他对我的致命伤害,难道可以用一声对不起, 一声原谅,轻轻带过? 那晚我们分居了,再也没有睡到一张床上, 第二天早上,我收拾了几件衣服,准备搬到公司去住, 他抱着我的腿,哭着,求我别离开他, 在外人听来,他的哭声是多么的撕心裂肺, 令人心如刀割,可我此时已心如磐石, 我使劲想把他拉开,但他仍死死地抱着我, 哭得更厉害了,经过一番撕扯, 后,他见我趋已已绝,也就松开手倒在了地上, 我头也不回地开门走了,来到公司, 我看到当日的晚报上登着, 昨天的新闻,纪委的人已经介入调查, 我拿出一张光盘,连同一张写有密码的纸条, 塞进了信封,晚上的时候我一个开, 这车到好友家,几天后,我和他约好, 到离婚登记处,办理离婚手续, 他在门口,再一次求我给他一次机会, 我说,已经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, 你却从未在乎过,他没再说话, 泪水却禁不住涌了出来,又肩不住地颤抖, 当轮到他在协议书上签字的时候, 我看到他眼睛通红,双手不住地发抖, 他又抬起头来看着我, 我,转过身,没让我们两个的目光相遇到一起, 请按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